接下来全球现场根据了日本媒体的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 美国国务院也做出了回应 更多的内容交给真容 好 大家早安 全中现场时间 我们待一来看到就是日经亚洲在19号做出的报道 就说美国政府现在考虑跟台湾联合生产武器 目的是在于要提高美国设计武器的产能 还要加速武器交付的能力 并且当然重点是要强化对中国大陆的贺阻力 日经亚洲是引述了三名消息人士的说法 做出相关的报道 内文就提到有一名对拜登政府内部 有讨论直接了解的消息人士就说了 有关于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 已经展开了初步的讨论 这个方式可能是由美国的国防承包商 来提供技术在台湾制造 或者是说在台湾制的零件到美国再变来生产 另外一个消息人士就说 这将可能会花上一些时间 来做后续的讨论及展开 那么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到2023年 根据了解其实过去的几届 美国政府因为很担心说 这个合作武器的部分 会导致机密的资讯外流这样的风险 所以对联合生产美制武器的态度 是比较谨慎的 而现在日经报导说 美国考虑跟台湾联合生产武器 美国国务院的首席副发言人 巴特尔周三的时候也有所回应 其实要关注 这是中共二十大正在北京召开 不过美国最新有一项最新的民调 就显示有高达80%的美国民众 他们是很担忧台海的紧张群势的 而这样的数字是比三月份 还要高出了八个百分点 有过半数的受访者就认为说 美国高阶官员应该要持续访台 而二十大之后呢 习近平他是有望 可以取得历史性的第三任任期 但是呢美国的皮游研究中心 他们19号公布的这一个民调 底头也指出了 百分之七十亿的美国民众 认为习近平的连任 对于美国而言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民调显示高达百分之八十七的 美国民众认为说 为俄中伙伴关系 对美国而言是严重问题 担忧中国大陆的军力的 有百分之八十六 关切大陆的人权问题的是有百分之八十 而其中担忧美中经济竞争的 则是有百分之八十 而中共二十大大陆解放军跟武警代表 他们也提出了未来的国防发展的方针 大陆国防部长魏凤和也表示 大陆在过去十年 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是成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 着力提高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要全面加强军事治理 深入推进改革创新 厚持人才根基 推动高质量发展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魏凤和他就表示 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的局势 要继续贯彻二十大所做出的战略的部署 他也强调解放军必须要发扬斗争精神 随时准备好打仗来捍卫国家主权的安全 而面对台海情势紧张 魏凤和他最近是频繁表达了他的强硬立场 六月的时候他曾经在香格里拉峰会 当时他说台湾如果独立的话 解放军将会不惜代价不惜一战 并且会一路打到底 再来关注的是英国的首相特拉斯 他现在面临了上任之后最大的政治风暴 原因就是过去他提出的这个税制改革的政策 已经冲击到了英国的经济 导致一连串的经济金融市场的大混乱 还引发了英镑的狂扁 这两次的政策大转弯 也让他遭到朝野的唾弃 面临四面楚歌的危机 19号在野的工党领袖施凯尔 在国会质询的时候 特拉斯的身后的这些议员呢 不断要求他赶快下台 不过特拉斯表示说 自己是不会亲眼放弃 深陷逼宫围结了特拉斯 他14号的时候才让多年的盟友 也就是前财政大臣花腾辞职 要缓解的是他失败的减税政策引发的明月 而今天再度抛出了震撼 但宣布仅仅任职43天的印度裔移民 第二代内政大臣布瑞弗曼也要辞职了 由前运输大臣夏普斯来接任 布瑞弗曼先前就曾经公开反对 特拉斯的取消减税 而且他也在辞职信当中指出说 官员们需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起责任 现在外界也解读说 他是在剑职特拉斯 而现在根据英国的民调指出 特拉斯他目前的支持率只剩下一成而已 保守党支持率也跌落到20% 远远落后在野的工党的56% 再看到的是美国总统拜登 他也面临了他现在民调很低落的危机 由于整个美国的环境是很不好的 包括了像是物价飙涨跟通膨 整个恶化的关系 所以连带也会冲击到了 11月8号的美国其中选举 而在此之前 拜登他就先宣布了 要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出的行动 有一些计划 要释出的是最后一批 1500万桶的原油到市场当中 用意就是要稳定油价 因为在此之前呢 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是一度标破了 美加仑5美元引发了民怨 虽然说后来价格有比较平缓 但是呢通膨的部分 还是居高不下的 可能会导致共和党在11月的期中选举 打败民主党的最大原因 所以现在就有批评者痛批 拜登现在做出这样子 释出原油的这样子的举动 可能就是要为了拉抬他自己的选情 为了要赢得其中选举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 714 享有折扣哦